哦 又无嘴 又在 你那老板吗 我今天二位穿的好帅 你看 我们听不见这个声音 不是 听不到吗 喂 听得到吗 听不到啊 啊 你你在直播吗 对呀 我们在直播 刚才我直播就说帅一杯 说你在直播 然后我怕你在忙 然后就没有连过来 我就是 我们就说叔叔阿姨们想知道你们昨天往上跳舞 还有做蹲起 累不累 还好吧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年轻嘛 然后 主要是年轻 嗯 对了 你那个你旁边那个是是不是你老板 对呀 应该是的 哦 对 我昨天看到他我就说 你老板 你们两个这两天还稽查在一起哦 没有 因为我们这两天 因为叔叔阿姨们都要什么爱缘什么嘛 因为我对这边不熟 我老板他就带我来他朋友这边的果园里面看 我刚到我朋友这边的果园里面看 对 然后老板一样他们也有果园嘛 他舅舅家呀 他们朋友家舅舅家都是果园 所以呢 我的话对这边不熟 然后我叔叔阿姨都喜欢吃 对 就老板就带我来了 我没有吃醋啊 家人们 我怎么可能吃醋呢 对不对 那个啥 我大概也看到到就是说你老板对你的帮助 确实人很不错的 人皮也好 然后呢 对你很多的帮助 我确实 那个老板 你好 你好 今天我那个 我叫阿伟 然后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亲说过 亲说过 是吧 对 我们直播间都是阿伟 直播间公屏上面打 阿伟 那个老板 阿子的老板 你好 就是说最近以来就很感谢你 感谢你对阿子 阿子是我一个好朋友 对 你对他的帮助这些真的很感谢你 谢谢你 没事 阿子有能力嘛 咱们只是做着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 对吧 而且直播间有这么多 叔叔阿姨也支持着阿伟 对不对 谢谢啊 就是说你帮助了阿子 我也感到很开心 我叔叔阿姨们都说 我叔叔阿姨们都说你想 给我说一点心理话 我今天听一下你想给我说什么话 你说吧 你这你这一说我就觉得说不会说了 这心理准备都还没准备好 就就是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阿伟哥 想说的想说的话 难道还要准备的吗 那我就说了 不是别人说 说这个话都要贴实地利人和 阿子莫知道吗 如果想一下再说的话 不是真的想说了 那是自己去想了再来说的 所以不是真的想说了知道吗 虽然我觉得想说的话 随时随地都是可以说得出来的 真的老板爷在这里 今天我们老板爷在那里 虽然你叔叔阿姨们都也在 你想对我说的话你可以说出来 因为很多吃刷衣都说昨天晚上你本来对我说 想对我说很多话 然后后面没有机会 所以没有说他们都私信我这样子 嗯 是吧 其实我觉得应该怎么样 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引一把才能说这个话 我说实话真的 我们今天不打PK 我们今天不打PK 我知道不打PK 嗯 今天今天怎么说呢 你真的要让我说吗 真的真的要听吗 要的对不对老板 嗯 不是你这个话就不能问问老板了 对 那你要听就是你要听 要不要听叔叔阿哥姐们 那我就问我们叔叔阿姨们 因为我呢 也听老板呢 也听叔叔阿姨们的说实话 所以呢 来叔阿哥姐们要不要听 我是挺想听的 我是挺想听阿姨 这个叔叔阿姨们 我觉得 是 应该我们是不是要阿姨莫想听 对不对 嗯 是不是 对想听 我也想听 我是叔叔阿姨们想听 我还没有准备好 但是你要如果你要让我说 我也可以说 知道吧 只是说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想准备一下再跟你说 行 就是说 这个话题的头和尾 就你一下 你一下再说 知道吧 因为我怕我输了 等一下 输了等一下 那个尴尬了 你等一下输了吧 对阿姨莫你不能问老板 怕你接不住 知道吧 好吧 那我们就不听了 我们就不听了 叔阿哥姐们 阿伟哥想说的话 还要去准备一下 那我们就不听了 哈哈 嗯 你你要是这么说 那我就真的说咯 可以我们现在八千个人在听了 嗯 那家人们我们能不能先上播人气好不好 我们能不能先上播人气 可以不 他八千多个人 我们至少也要六千多个人呢 家人们你们说是不是 家人们我们昨天打pk没打赢 如果说今天你们说要不要听 你们说了算要听到pk1不听到pk2 是不是家人们我觉得 嗯 说了啊只会哭的 我只好现在在假装街墙 我看得出来 对不对 我们能起来我们往人气往上走一走好不好家人们 我们这边全是扣一的 三千八百多个人呢 他们那边八千多人吗家人们 我觉得我们的人气往上连一点吧 我们能够六千人 嗯 嗯 家人们我们三千人 那伟哥说什么我都不会去哭了 是吧 嗯 哈哈哈哈 家人们都 我答应我说三爷们 我从此以后不会去哭了 不会去哭了 对 哭也解决不了问题 其实 嗯 勇敢才是 最好的 嗯 你哭是不是因为我哭的吗 说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因为想我了哭的吗 是啊 我以前很想你自己每次都哭 但是最近我一直都是忙着工作 所以我也没有想过了 不要这样子说吧 你说你想我了天天哭的话 我就感到感到好尴尬呀 这样 一个美女天天为着我哭的话 我这个得 这是吧 我这个这个 太高气了呀 假的 我还没有一个女的天天为我哭过呢 二位哥 我以前天天早上晚上都为你哭 为你流泪 我感觉 自从呢 自从你你走了之后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哭 因为我回不来什么东西 对不对 然后叔叔阿姨妹一直在安慰我 所以自从我就不想哭了 现在我也不想哭了 嗯 来你看着我说 你一天哭几次啊 一天不知道哭几次 但是我很伤心 你这样你像这样的问我 我感觉你是在嘲笑我一样 没有 没有 我是想想踢一下你是真的想我哭的吗 是不是想我哭的 真的是想我 想你哭还是真的不想你哭 我觉得你心里面有数呀 有数吗 我从大厂里面来到了一个陌生的车市 难道你自己心里面没有数吗 嗯 你疑了 给你点个字 我疑了 不是我疑 你不要再嘲笑我嘛 你在嘲笑我知道吗 你说你第一天哭几次啊 这样你是在嘲笑我知道吗 那么多叔叔阿姨都在看着 你不能这样子啊伟哥 嗯 我我看到过你哭啊 你比如说拍视频这些 但是我不知道你是 你是有生好压力吗 是真的是 是是一位想我哭吗 我不太清楚 说实话 我是有生活压力所以哭的 阿伟哥 我是有生活压力所以哭的 但是现在没有压力了 没有 我们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这样子好不好 嗯 阿姆我们这样子好不好 嗯 就是因为现在我跟你说 你突然咧过来 阿伟我跟你说 他现在你感觉没有 他有点语无能次 你感觉没有 没事的 我走 我走没事的 没话说的话 我们就不听了吗 不是的不是的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你看行不行 就是说 我们先挂一下 让他心里平静五分钟 平静五分钟之后 我让 他应该会说的 因为他现在说话有点语无人次 你发现没有 不用了 我走我不为男人知道吗 我不为男人不用了 我们就 你们说 是不是现在阿伟 是不是有点语无能次 他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是不是 来啊 来啊 对阿伟太激动了 你看到没我们这边有家人说的阿伟太激动了 来阿子我跟你说吧 你也不要说为男我 知道吧 因为你说为男我的话 那这不 我的意思我想知道的是你你说你天天想我天天哭 然后我我确实 哎我知道看到过你哭 但是我 我不敢确定你是不是就一位想我而哭知道吧 然后呢如果说你真的确定是都是因为想我才哭的话 我真的太感动了 这我靠 这不跟你举个勾吗 这不 这太感动了 那么这样子吧 比来我昨天想找个机会啊 然后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 但是呢昨天 这运气也不太好 这PK也没有疑知道吧 比来我是疑了才跟你说的 但是呢 PK也没有疑 然后现在你也很想听我跟你说这些的话 那我就说吧 好不好 好 真的说了呢 嗯 那个 也说给我叔叔阿姨没听 也说给我们所有人听嘛 嗯 这样子啊 就是说 直播间叔叔阿姨哥几买 现场的这个阿子墨 然后阿伟在这里 嗯 给大家聊几句啊 这这句心里话的话 我这一直也想找个机会说的 但是呢 也没有来得及说 嗯 然后呢 今天晚上就 嗯 最好年到了 那就说一下吧 呃 说说我个人的想法吧 嗯 首先呢 就是说阿姨我们两个从 呃楼村里面的那些点点滴滴就不说了啊 这这说也说不完 咱们就就说 500个人把杂杂点起来摔个解吗 咱们就说一下就是这个继承来说吧 继承呢 有些也给大家说过了就不用说了啊 就是说就最近的啊 最近的这段时间来说吧 嗯 嗯 说实话 就是说我个人 我个人的情况的话是 呃 公司出了很多问题 然后呢 呃 我也回了这个回到公司去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 呃 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是 一两个部门是已经处理好了 处理好了 但是 呃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嗯 就是说 这个 我爸这边啊 现在 这种状况 大家也 我不说不说清楚 大家也都懂的 然后呢 呃 我想 跟阿姊莫说的 就是说 辛苦了 然后 这个 呃 他最近 也找到了一个工作 然后我也感到开心 找到人家工作 然后呢 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老板 也帮助了他很多 然后呢 也很很感谢这位老板 啊 呃 替我照顾了阿姊莫 非常感谢啊 感谢这位这位老板 然后呢 我想对阿姊莫说的是 您辛苦了 就是说 只要我们原废在 我阿伟也不会忘记你的 知道吧 就不无论如何 我也说过就是 哪怕你在工作也好 在哪里也好 哪怕在老家也好 在外面也好 我认识你了之后 我就热定你这个 呃 好朋友了 知道吧 就不管你在哪里 好朋友嘛 就男女朋友嘛 好吧 呃 因为只 因为我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两个还没有 嗯 发生过关系嘛 然后我也不好去说这些 男女朋友 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朋友有很多种嘛 有些是发在西下面的 有些是发在西顶上的嘛 你就是西顶上的那种 好吧 好 那好呢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